第五回 不翼而飞 贵宝失落 吴宗记 大海行真 余生促 别冒传 听书说案 一天一换 今儿我给您换一段什么 今儿我给您要说的这是 失窃的皇冠 皇冠 就皇上戴着帽子 不对 这皇上都没了多少年了 哪那么多皇上帽子 我说的这个失窃的皇冠 是皇冠钻戒 这个钻戒 冠以皇冠二字 就说明它这是顶级的 这个钻戒有多大 2.08克拉 克拉 什么叫克拉 这克拉就表示钻石的分量的这么一个单位 你要是买钻石 就得问 多少多少克拉 你要是买黄金 就得问是多少多少克 你要是买猪肉 多少多少金 该用的哪 就得用的哪 这个重量单位 不能乱用 说你一问人家 你买了什么呀 说我买了颗钻戒 多少斤哪 四斤半 那是石头 那就不是钻戒 所以这个钻戒是2.08克拉 这个钻戒可够大的了 当然了 要是在全世界范围里面来说 这个钻戒呢 还不算最大的 你像英国女王那皇冠表那钻戒啊 你像太太尼克汉老太太拿那个 那个那么大个 扔海里了 谁也没捞着来 那个都比这大 但这个钻戒呢 是上海市 扑东区 某商场里头一个珠宝商店的钻戒 您看这钻戒呗 2.08克拉 知道多少钱吗 34万 人民币34万啊 如果说您月工资这2000块钱 要想买这钻戒 您就得不吃不喝 不穿不戴 一个子也不花 干攒这钱攒了15年 买这钻戒 所以这颗钻戒应该说是很值钱了 对这个小店来讲 这就是镇店之宝 这个珠宝店 由于这个皇冠钻戒 是最贵重的一个商品 就摆在了一个最重要的地位 一进这个珠宝店的门 这不单独有这么一玻璃柜 就这皇冠钻戒 就在这玻璃柜里边放着 这天 营业员小郭 这是个女同志 这小郭啊 在这正关照着这些顾客的 屋子里边顾客并不多 就四个人 两个男的两个女的 他们转悠着在这溜达着看 这个小郭无意中发现 其中有一个男士 就蹲到那个皇冠钻戒 那玻璃柜一跟前 哼 仔细地往里瞧 这小郭当时有点警觉啊 这人干嘛呢 啊 我得注意点 那大钻戒 在这个小郭 拿了怀布 假装过来擦抹这玻璃柜 在这一边擦着一边往里边看 往里边 呦 坏了 一瞧这里边那皇冠钻戒 没了 可把这小郭给吓坏了 这小郭立即跑到门口这 一招呼另外一个营业员 两个人在门口这一站 这小郭滴滴的声音 就跟他说 坏了 那皇冠钻戒 丢了 没了 是吗 谁走的 不知道 是不是那个人 那怎么会知道 那不能乱问呢 快点 你快跑去公安局 快去报案 我想办法不让他们走 公安局来了 让他们检查他们 好 那个营业员走了 这小郭在门口这站着 就盯着这四位 其中那个男士在那蹲着看呢 看完了 这位男士站起来 转身往外就走 这小郭过来就 哎 同志你先别走 干啥呀 咱们东北人 一张嘴的东北味出来了 不是 先生 你先等会儿走 我们咋等会儿走啊 我有事呢 不是 那个是那么个事情 我们这个店里有点事 先 请您等会儿走 你店里有啥事啊 那我有事要办呢 不是 我们经理想找你谈谈 你经理谁啊 他老几 找我谈谈呢 我要走 说着话 他们大伙正想慢慢走 公安局来人了 你看警察到这了 怎么个人 怎么个人 他就不要说 一个警察一问的小郭 小郭的情况一说 警察就把事情名挑开了 我给你们几位说一下 是这么个情况 这个商店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钻戒 丢了 现在呢 需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 请你们几位 稍留一会儿 这东北人一听更急了 咋 钻戒丢了 摩头了 你反呢 咱们怎么反 反出来就像摩头了 不是 你不要着急 这位同志 你先细细活 这个样子 很快 我们就会搞清楚的 你们就稍等一会儿 就算协助我们工作了 好不好 就撒撒 那些事情弄的 结果一个警察站在这儿 另一个警察 奔经理室去了 进了经理室之后 一见这经理 这经理也知道这个事了 经理心里面非常着急 这警察就问他 你们估计外边这四个人 会不会是偷对钻戒的 经理说这个 哎 我想起来了 我们这有监控录像 好吧 放一下监控录像 于是马上把这个监控录像 这么一放 警察这么一看 嘿 在这监控录像里边 还真就看出问题来了 这警察一看 瞅见没有 就是这几个人偷的 四个人 时间是12点31分 偷这东西就用了70秒 很快 现在 都已经两点了 这四个人 跟外乡屋这两男两女 毫无关系 警察都快点了 让人这几位顾客快走 小郭让他出来 到在前面跟这几位 左解释 右解释 表示赔礼道歉 跟你们几个人没事 你们走吧 这几位往外走 这160多个不乐意 可是现在 咱们说呀 他这皇冠钻戒 这个东西 你说在那里边放着 这小头怎么就偷走了呢 就因为他 值钱 就因为他 珍贵 甭说这30多万的 皇冠钻戒 就是价值连城 那个金面具 都能给你偷走 不信您看看这个 Balance One point Now lift 75 seconds 优优独播剧场 Good girl 35 seconds 他这金面具是真的是假的 我不知道 我说这事 绝对是真的 这是现实生活当中存在的 这警方一看这录像 这有四个人 但这四个人 由于这个屋子里边光线太暗 看不清长什么模样 警方马上就把这个小郭找来了 问了小郭 说这四个人 你记得他们长的什么特点吗 小郭一听说 我不记得 十二点半左右 就在你们店里 我记不得了 当时我记得 我正在打点一个顾客 好像是进了几个人 我没有时间去看他们 我要是看他们的话 这位顾客会有意见的 所以说我记不清他们什么样子了 警方一听那事 挺麻烦 你看那个玻璃柜子 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 也没有翘的痕迹 也没有滑的痕迹 甚至那上面连指纹都没有 这作案的可能是戴着手套干的 警方心想这个事情怎么办呢 干脆吧 马上发通报 这是什么 因为标价34万元的博军钻戒不一而非 他糊涂了 拿着钻戒到公安局去卖 就算了那了 是啊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 有一千七百万人口 你要站在那高楼上 俯瞰内 外滩 南京路 淮海路 你看那全都是人脑袋 车子无水 就这么点个小钻戒 是在这个地方 那就好像芝麻粒掉在草堆里 石头籽掉到大海里 哪找去 没个找 要说这个钻戒这个案子 要让我破的话 我就说没个找 找不着了 他又说回来了 正因为这样我也不能当侦察员 但人侦察员 人家不能这么说呀 这个钻戒该找还得找啊 发了这个协查通报之后 刚刚一天来了消息了 来什么消息了 这个徐慧区有一个商店 老板来了 找公安局来了 我跟你们说呀 今天一月份啊 我们那个店里头啊 也丢了东西了 丢了一块金表啊 这个表价值十一万啊 那是很值钱的 是不是你们一块 把这个表一块给我们也找一找啊 那他打兔子一块都 警察一听 嘿 他说的可能轻松 那他打兔子 说你那个表是什么样子的 我那个表 是那个样子的 这块表是金壳 周围相的钻 说一块表能值十一万 何止十一万 相钻多的那个表 三十多万的五十多万的都有 这块表丢了 警察一看一天之后得来这么个消息 不是有助于破案的 是在这个案子上又给加了一个案子 这就叫雪上加霜 街子上长窗 越来越麻烦 怎么办 一块破吧 一了解丢表的这个过程 跟这个丢钻戒的这个过程 几乎近似 手法相近 警察想 还兴许说不定 就是一拨人干的 但关键是要找到这几个人哪 过去评书说传 这回评书说爱 不信 您就看 大年初一到初七 法治代谢和我田林员陪您过年 咱们不见不散 散了还见 又等了两天 忽然得到了一个消息 有一个珠宝鉴定中心 告诉警察 说头两天 有一人拿着一个两颗拉的钻戒 倒着来请他们鉴别真假 警察一听 这个消息太珍贵了 劣迹赶到了这个鉴定中心 当时的侦察员觉得这问题又复杂了 这怎么又出了个女的 原来没有女的 从这个监控录像里面来看 这人好像跟那四个人也不一样 这两伙人要多出一伙来 这个真是乱麻缠 玻璃纤维越来越麻烦 但是这就分析了 这根烂子怎么破呢 既然有一个女的 那就先从这个女的下手 这是唯一的一个女性 所以我们的公安民酒 就问这个鉴别中心 问那个鉴别中心的同志 说你们注意没有 那个女的她长什么样子 她姓什么 她叫什么 这些人一听 哎哟当时她来了 他们几个人 我们没来得及问她姓什么 她长得什么样子 就说她最大特点是什么 最大特点 最大特点就是女的 这女的当然是最大特点了 就是这个女的 如果说让您说 她长什么样 你看她个儿高矮 不高不矮的个子 胖瘦 不胖不错的样子 大家心想别问了 你要再问鼻子 她就得说不高不矮了 这怎么说也说不出特点来了 警察说你仔细想一想 他说的话 还有什么特点 你记住没有 哦 哎 好像他说过 他是在那个城隍庙 那个地方 是搞这个手势加工的 搞一个手势加工店 他说名字了吗 好像是说了姓了 他是姓朱 要么就是姓陈 警察一想 就按照这个线索去找吧 上城隍庙 城隍庙什么地方 城隍庙 就是城隍爷呆那地方 城隍爷呆那地方在哪啊 您看看 五年前 屯门大行村 黄龙大脚楼门口的停车档 开张大吉 我和弟兄们 穷心壮志 谁知道开张还不到半个月 每天平均被人扫荡 1.3次 一年内 死了六个兄弟 福祉朋友 他那城隍庙庙可够乱的了 不过我们说的这个城隍庙 是上海的城隍庙 跟他那不一样 上海这个城隍庙 也是一个商业区 非常的热闹 但是井井有条 我们的侦察员 到在上海的城隍庙 这一带 经过了反反复复 周密详细的调查了解 也找了姓朱的 也找了姓陈的 一个个都排除之后 最后找到了这位姓朱的女士 找到她了 知道了这位姓朱的女士以后 我们的民警暗地里 把这位朱女士找到了公安局 就问她这个钻戒的事 这个朱女士呢 当时就跟她说了 说我呢 在这个城隍庙这一带 是搞了一个首饰加工点 但是很多人都觉得 我呢很有眼力 在珠宝鉴别上呢 也有个水平 说那天来了一个人呢 他叫张俊峰 是这个张俊峰找我要搞这个东西的鉴定 他一说这个张俊峰 我们的公安人员就问 张俊峰来了之后 跟她谈了些什么 做了些什么 这位女士跟她那么一讲 有一个细节 引起了我们公安人员的注意 当时在她店里 张俊峰用一个茄子 把这个戒指上的裸钻撬下来 这个动作呢 应该说 就冲锋说明了 张俊峰这个 这颗裸钻 肯定是来路不振的 而且当时我们上海 没有类似的案件 应该说张俊峰省理的 这颗裸钻呢 应该就是我们 八百万十岁的钻截 警方先想 这个张俊峰 是哪儿的人呢 一了解这个朱女士 朱女士说 说她是江西人 在这个昌宁区一带 她自个也开了一个 首饰加工鸟 而且经常跟这位朱女士 联系 警方信下 对这个张俊峰 我们可以开始行动了 先把她逮住 警方把这个张俊峰给抓住了 这钻戒也得到了 但是问这张俊峰这个钻戒来历的时候 这张俊峰 拾口否认 这个不是我偷的 绝对不是我偷的 我是收到别人的 他别人有那么几个人 他把这个东西给了我 让我给他转手卖掉 卖掉 他们拿钱 他们就走了 那几个人是谁 最后警方领着他 就把那监控录像 他们一放 就是他们几个 就是他们几个 感觉这几个人 文艺少的一个叫长济平 一个叫段氏平 两名 平平 这长济平和段氏平 这一伙啊 四个人 专门投小东西 什么手表啊 什么钻戒啊 各种珍贵首饰啊 数字相机啊 什么笔记本电脑啊 因为这些小东西呢 他带着方便 当开始说的时候 不是那个徐汇区 还有一个商店 丢块金表吗 这个金表 也是这几个人干的 把这一伙人抓住之后 你说这几个东西 这几个人 他怎么就偷到手了呢 说起来我们听着都很简单 四个人一伙 溜达着到商店里面之后 各有分工 有一个呢 专门是遮挡服务员的眼目的 当时假装跟服务员 在旁边聊天 闹壳看东西 吸引他的注意力 还有人给他遮挡的 有一个人专门去做爱 当时跟前有的呢 他们带着一个小工具 那个锁呀 有的并不结实 一翘就开 抬手就拿走 拿走之后 这四个人就走了 可是偷这个皇冠钻戒的时候 最省事 为什么最省事 因为那天的服务员 对那个玻璃柜 根本就没锁 这就是皇冠钻戒 真值钱 盗取之用一瞬间 原因商家 防范差 认真保管 才安全 破案只需十几日 坐牢却要熬几年 得失高兴 失手惨 最终 老人牌 第六回 无天女人摇身一变 成大款 有志男儿 顺藤摸花 真相冲 明天同一时间 敬请收看 咱们不见赛